好 所以其实啊 除了刚才这个 前四大的这个销售冠军之外呢 销售的排行榜 前面四个之外呢 刚才我们有点出来了 包括像Luxian的S5啦 甚至于Subaru Impreza 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在这个80万 但是他们都是台日韩的 这样的品牌 观众朋友可能会想说 难道80万 我不能够买到欧洲车吗 虽然选项很少 但是我们还是帮大家找出来了 还是有一个选择 对不对 郑姐 跟刚刚比起来 刚刚真的是洋洋沙沙 要选都有选择困难 选项好多 对对对 比起来欧系车相对容易的多 如果说以这 现在看到四台车来讲 我说真的 如果你现在预算是80万 然后你又想要一台欧系车 如果没有太多的 像什么品牌啦 还是什么其他的 有的没有的考量的话 我真的建议Focus四门 这应该是现在当下最好的选择 没错 世代最新 还有Copilot360 对最重要的是Copilot360 对80万 虽然说有一点超过 因为我们现在是以80万元 上下 上下的话是正负5 我们会这样觉得 但他有Copilot要87万多了啦 但是我觉得加这几万绝对值得 因为他 他现在其实四门的Focus来讲 是单一的引擎 都是用1.5升污轮增压 然后但是呢 他如果没有Copilot360 比较入门的款式的话 是76万多 然后高阶的话是87万多 所以我就觉得这笔钱是值得花下去的 对 所以刚刚讲了 又有Copilot360 又是新底盘 小排气量 涡轮增压引擎 巴素自排 所有你能想到现在最新的市场上 最需求的一些东西 都在Focus四门上面可以看得到 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80万元 如果说欧系车的话 他是最理性的选择 但是我们在买车有的时候就不见得吃理性而已嘛 对 我们常常是因为自己的喜好或者想要跟人家与众不同 既然我们坚持要欧系很多人是因为我想要跟别人开不一样的车 我才选择欧系车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其他的车子 像Pugio 301 这台车 这台不错 超稀有的吧 对 他真的比较小 开出去绝对不会车距 而且他除了这个还有好处 因为Focus四门刚刚讲 如果Copilot360装上去的话 他要87万多 对 这台车最入门其实66万开始就有了 对 所以说以欧系的四门房车 你如果又要觉得说能少花一点预算的话 301也是个很好的选择 我之前有跟他稍微相处了大概两天的时间 其实这个车开起来代步用非常的足够 虽然说他1.6升自然进气引擎 但是他因为有六速自排 所以他在市区在游走 而且我们都知道法国车的底盘 本来就是以灵活见场 所以他开在市区或者甚至上山拉下海 其实都是很让人快乐的一台车子 如果你又觉得说301因为他毕竟只是一台 类似B-segment再加了尾箱的车子 你觉得他的置物空间 他的实用精神稍微不够 你可能有小孩需要像儿童座椅 像是娃娃车这样的的时候 其实80万不只是房车 连旅行车我们都可以买得到 也是唯一一台而已 说真的 就是Babia Combi 这台CP值蛮高的 我之前在国外有试驾过 其实他很好用 如果说你想要旅行车 因为刚刚讲的你爱欧系车 很多就是想要跟人家不一样 没错 你不一样的话你开旅行车多帅 像爱大他就喜欢旅行车 而且他里面的置物空间非常多 还有些小巧思挂钩什么的 Shikoda他向来以这个东西为他的诉求 所以是一台非常适合小家庭使用的车子 这些都看完了 如果说你还是觉得 可是都80万了 你还是想要买车格大一点 然后又存进口的话 就还有Babia老大哥Octavia 这台车虽然说他已经算是 这个世代的最后期了 但是其实他各方面表现 现在其实都还是不错 加上前一阵子如果像有爱套件 他一样有ACC 一样有车道偏移警示跟辅助 这些东西来讲的话 他也一样很划算 最重要的就是 他虽然是C segment的仿车 但是他最入门的还是79万9 还压在80万内 就算高阶的1.0涡轮增压的 也只要89万9而已 所以我觉得这些车子都是你 如果想要一台四门仿车 但是你又想要与众不同的时候 最好的选择 除了刚才这年说的你想要与众不同 又有这个四门的房车的话 欧系的品牌有这四款车 可以供大家选择之外 很多年轻人也想说 那80万我想要买一些日系的仙背车 有没有其他的可以选择呢 黄总 我想这四台车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仙背车里面 是日本进口的 那我觉得买车就我的立场来讲 有没有未来很重要 所以有没有未来就是 我是不是买的开的安心 开的放心 还有卖的开心 是真的 那从这里面我选了两台车来主力介绍 因为这两台车是对照组 我们先来看Suite这个Sport 它这个车在18年上市以来 其实是接单相当的好 最重要的理由是因为 在80万这样的一个集聚里面 你可以开到一台1.4缸内直喷涡轮增压 马力140匹 然后油耗又能控制在16.6 这样的一个很好的油耗 但是开起来有操控性 而不是跟大家都一样 所以它的未来性也很好 因为它一直以来 以Suite来讲 我们不要讲Suite的 它的第一批国产的05年的 关于你知道在市场还卖多少 现在05年 对 很多车是个位数对不对 对啊 它还十几万 所以我说你卖的开心 对 因为我买车不能不想到未来 所以我说没有未来不考虑 那这两台车都有未来 讲完这个我们来看 Toyota的Plus C 那它其实现在有分两款 一个是799的这个标准版 另外一个是加了一个 Cross Over Cross Over 对 它这个车基本上加2万而已 那你就有一点休旅的味道 那当然它跟它为什么会成为对照主事 因为这台车它不强调性能 但是很重要的是 进口日志里面最划算的 所谓的油电车 如果你想享受一下现在高科技 又有环保的氛围的话 那就这一台了 可是在二手市场上面 它的表现如何 也当然一定很棒 因为很多人想要接手 毕竟新车是80万 如果今天它掉下来几年以后 五六十万买得到 其实一定是很好入手的 那以这台车 马力101P重效 装了两组马达 然后再加上它原来的这个 1.5的动力 其实是够用的 当然是没有办法像SWIT SPORT 这种性能版 但是它相对我刚刚讲对照主 它的油耗高达26.5 这两台车都是我很推荐 如果你非日系不买 而且要买得开心安心 那就考虑这两台车 好谢谢黄总 当然除了黄总刚刚推荐的那两台车之外 还有这个SUBARRO IMPRESA 还有TOYOTA的ORIS 也是在这个选项之内 但是我们想说如果说你要买仙背车的话 刚才有讲到Focus的5D 就是这个仙背车是一个蛮好的选择 之外呢 还有这个来自于这个SWIT SPORT 的FABIA 它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艾大是不是可以帮大家稍微来介绍一下 因为FABIA其实基本上 可能有一些观众朋友 对于它会比较陌生 那FABIA它到底有哪些优点 可以让我们一般的年轻消费者会觉得说 它很值得入手 其实你看以Skoda来说我们大家都知道 它的这个广告行销用词聪明的就懂 你迟早要开欧洲车的 你为什么不现在就开 那当然啦 你迟早要开欧洲车 为什么不现在就开呢 主因还是因为以往欧洲车的价格相对来得高 比较高 相对来得高 可是Skoda它入手的这个门槛相对 比起其他的欧洲车来说都来得低 而且它又是进口的身份 所以呢它的什么 组倍通安全配备现在也都加在里面了 最重要的就是CP值 如果你要选择这个车辆的时候 你懂得去看CP值 你就是聪明的就懂 因为聪明的人才会花少少的钱 然后买到更好的配备 更超值的车 更安全的车辆 那当然啦 所以Skoda是一个这个很好的选择 那它在台湾这些年来呢 借由这一些行销的手法 也打响了一个这个 在台湾的一个这个知名度 以前啊 人家就说 你开这个什么车啊 现在人家看到说 你开这个车 骗喔 对不对 所以变成说品牌价值 我认为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当然你可以看到以Fabia来说 它的车格啊 是属于小行车 但是呢 它却你看看 它跟一般的这些小行车比起来 你有没有发觉 除了车头以外 它的这个箱子 特别高又大 所以它车内的 乘坐空间 比起其他这些小车来说 都还要来得更好 那加上呢 它你看 它现在新的设计师 这些锐利的线条 在车身上面 营造出来不一样的一个 这个车身的质感 跟其他所有所谓四四方方的啦 或是中规中矩的 例如说VW的Polo啦 或是说圆润派的 通通是完全不一样 截然不同的感受 因为你知道 便宜的这种小行车 如果能够带给各个这个 消费者呢 有不同的这个感觉 它要多花很多钱啦 那可能你又买不下去了 你看 从Fabia它的引擎盖的折线啦 它的一个这个车身的腰线啦 然后它车内空间 多机能的一个这个变化 所以我觉得它的这个行销广告 做得还蛮成功的 只是以Fabia来说 在台湾 在Skoda这个品牌来说 在Fabia 它其实卖的并没有很好 它还是卖休旅车比较 对 还是休旅车 这两年还是休旅车比较好 所以我觉得 观众朋友们 我是消费者 不要在意 就是说买这个车好像怪怪的 因为有一些人特别觉得说 这个 我们刚刚讲了嘛 它的这个 你看它的这个车厢 特别高 特别宽大 它是优势 它的车身小 但是车内空间乘坐感 更舒适 更宽敞 压迫感更小 对不对 但是它也是劣势 因为整体的外形看起来 就有点呆呆的嘛 就有点呆呆的 其实我觉得使用安全 才是这个家庭房车 最重要的一个选择 在这边 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